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基 我是老汤 短暂但简洁有力的一次握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视察红军 穿着军事会议上 向与会将领布达了联合部队 新任司令赫纳托夫的人事令 同时听取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战情报告 泽伦斯基告诉赫纳托夫 保护士兵生命安全 是他接掌这项职务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我今天介绍了安德亚 гнатова всім хто відповідає за оборону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це людина молода але знання фронту досвід у нього саме такий як потрібний завдання для генерала гната очевидно знищувати окупанта і берегти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як найбільше життів наших воїн 準備 撞擊 我們每一匹的大小 每一匹的大小 每一匹的大小 我們每一匹的大小 我覺得 每一匹的大小小 烏克蘭泡兵部隊展現出 寸土不讓的決心 不過東部戰線戰情吃緊 也是不正的事實 尤其現在傳出 俄軍在哈爾科夫和盧甘斯克 兩個州的州界附近 再度發動攻勢 情報顯示 俄軍在沉疾一段時間之後 第27禁魔旅 開始向斯杰利馬西夫卡 和阿爾捷米夫卡一線推進 俄軍聲稱 已經控制阿爾捷米夫卡 及其南邊的羅基夫卡部分區域 撤出羅基夫卡的烏克蘭殘部 據說盤踞在西部的樹林地帶 繼續和俄軍周旋 至於進攻阿爾捷米夫卡的部隊 則是突破烏軍防線 進入中心地帶 先前部隊甚至來到 斯杰西馬利夫卡的東南郊炸營 debate 全日你同樣是做1天 每天都不必要 一定要做得到 每天都要做得到 至於在捷爾任斯克方向 烏克蘭總參謀部則是首度坦承 守備部隊對俄軍的突襲攻勢 無能為力 西方軍事專家分析 自從舒米被俄軍試探性攻擊佔領後 烏軍防線破碎化的劣勢就浮現出來 而且有不斷惡化的趨勢 來自烏克蘭的消息 根據總參謀部的情報顯示 舒米南面的列寧希克遭到俄羅斯第一軍 第132獨立摩托化旅的密集進攻 光是日間就對列寧希克展開15次攻擊 導致守軍丟掉了大約50%的陣地 帶來非常沉重的防守壓力 與此同時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在舒米西北邊的基羅維也有斬獲 一支被稱為老兵志願旅的突擊單位 利用地道戰攻入烏克蘭 在此的一個後勤支援中心 烏克蘭守軍及戰鬥支援人員 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迫全速投降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這是繼阿夫-迪夫卡戰役之後 俄軍第二次透過地道戰打下烏軍重要據點 儘管這項消息還沒得到烏克蘭官方證實 不過專家認為 如果俄軍沒有誇大戰報的話 那麼吉爾認斯克的情況就會變得非常危急 因為俄軍只要再向西面推進大約5公里 就能接觸到吉爾認斯克市中心烏軍的 最後一個防守陣地 緊接而來的會是激烈的上戰 萬一烏軍再度失守 就表示原本擁有戰略優勢的烏軍部隊 會失去從吉爾認斯克到康士坦尼諾夫卡的 廣闊防線 這對新上任的聯合部隊司令赫納托夫來說 十萬火急的戰況勢必會成為一個燙手山域 最重要的是,敵人不可能認識 我們不行為人物 Ariad. 我們不去逃亡的人物 我們不去逃亡的人物 你不去逃亡的 是我們不去逃亡的 我們不去逃亡的資料 我們不去逃亡的敵人物 我們不去逃亡的 我們可以在這個角度 我們不去逃亡的 能夠逃亡的 是我們最新的一切 如果我們有流行的 技術的技術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以来 乌军频频使用美国援助的海马斯飞弹 或是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原因 尽管乌军的打击行动 都是在美国顾问团的指导下执行 不过就在发生塞凡堡海滩爆炸事件后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普京的命令 要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在黑海空域 执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电子技术装备 也使得原本活跃于这里的 美国全球营无人机 几乎改由RC-135电战侦察机接替任务 而且美国与西方阵营派出的电阵机 也没有远离起飞基地的空域 尝试进入到黑海领空 也让普京这一道没有转环空间的命令 似乎收到了预期效果 至少就目前来看 并没有哪个国家敢冒风险去试探红线 当然这也让乌克兰感到焦虑 难不成已经规划好的夏季公式计划 会因此停摆吗 虽然答案不得而知 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星期 披露一篇关于乌克兰无人 载具在黑海的作战细节 文章中指出 过去乌克兰无人艇的主要任务 只是用来禁案监控 或是当成离岛运捕作业的工具 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 会为无人艇开发出前藏的军事价值 负责这项任务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卢卡什维奇准将表示 由于乌克兰国内在常规舰艇上的资源相对欠缺 因此乌克兰军方针对近20艘各式无人艇的任务功能 和特性做了一次通盘检讨 依据不同的任务需求 赋予新的作战要求 结合成一支拥有完整正规军舰能力的战队 太阳能力说 现在强热一我们的 timeline 转能力 任职热一切 一切都能达在到一个利用共同名为 转接触到或一切线 length 坏长开启 치� wrong 再次成功能力 小畅 Copyright 让我们不ед avis civil细刑它 这应该是一个宇宙的平台 我们将会移动 我们已经移动了非常有趣的武器 这已经很美与自己显示了 而且能够射击四个美国船 近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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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国安局也进一步透露 现在最新形态的战术运用 已经可以由一架大型的无人机 同时操控四到六艘无人艇 执行各种打击任务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就是参与实际验证的头号苦主 从黑海舰队里的小盾位巡逻艇 炮艇到中大型的驱逐舰 或两栖登陆舰 无一倖免 至于这批无人载具 会不会列入到乌军下级攻势的 军备清单内 这位猎人准将只留下八个字 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即便乌军正在为赫尔松行动 展开密集的训练和准备 但是东部战况的急转直下 也让国际舰不免担心 乌军的反攻大计 有没有可能因为前方吃紧 不得不做出以巩固东线为主的调整 就算现在看不出端倪 但是面对俄军的步步进逼 乌克兰还是有可能 端出制定好的预备方案 以备不时之需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